有人说,对男人最邪恶的诅咒就是肾虚,你同意吗? 中医认为,肾为先天之本,总之肾荡的健康说明人体生长,发育,生殖系统的活力,每十人中,可能就有一人患上,而在十个病人中,知道自己有病的,却只有一个,并且,很多人一发现就是中晚期,他就是有沉默虾手之称的慢性肾病,年纪轻轻,之前好好的,一查出来就已经是尿毒症,这种例子并不少见, 而伤肾的源头,往往来自于人们明明知道,却天天在犯的坏习惯,尤其是下面几种习惯,很多年轻人都控制不住,你能吗? 习惯一,不爱喝水大部分男人对喝水都没多大兴趣,甚至不觉得它重要,但其实这样很容易造成身体上的重大伤害,我们体内心沉代谢的废物主要是由肝脏和肾脏处理,仅占人体体重1%的肾脏,却要接受全身1%的新输出量, 每分钟会有一至两公升的血液经过肾脏,因此,肾脏接受的废物远远多于其他脏腑器官,肾脏最重要的是负责调解人体内水分和电解质的平衡,代谢生理活动所产生的废物,并排于尿中,但在其进行这些功能的时候,需要足够的水分来进行辅助,养成多喝水的习惯可以冲淡尿液,让尿液快速排出,不仅能预防结石,摄氏太多延石也有利于尿液变淡,从而保护肾脏。 习惯二,爱喝啤酒如果已经患了肾脏方面的疾病,又无限制的大量喝啤酒,会使尿酸沉积导致肾小管作色,造成肾脏衰竭,如果在咽血的时候,发现肾脏有问题,很怕肾功能此时已经受损不清了,与其等咽血来了解肾脏,还不如平时就定期进行尿减,因为咽尿是了解肾脏作为减变快捷的方法。 习惯三,要用撞氧药很多撞氧药都含有肾脱性的成分,不仅会严重影响肾脏,有一些甚至对其他器官造成伤害。 同时,一些抗生素,消炎症痛药都具有较大的肾脱性,在服用时一定要遵循医嘱,需要注意的是,在壮阳这方面,很多人会更加相信天方食用舌坦等,可这些天然药物如果没有经过正确的特殊功力抛制,不仅不能够入药,反而还会而导致急性肾衰竭。 习惯四,纵欲过度复经者,生之本也,纵欲太过,除伤慎经,对其他战斧也会有所危害,中国古代共有200多位君王,但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39岁,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过度纵欲所致,尤其是在冬天,人类更应当适当减少性生活。 短期的禁律是可以让身体有一个缓冲期,让身体前期造成的损伤有一个休息的空间。 习惯五,憋尿有些人迫不得已需要憋尿,也是有情可原的,但是长期憋尿就不好了,很容易使膨胖的压力变大,反射的反应紊乱,造成尿液重新返回到身体,进而也会导致尿路感染和肾炎的发生。 习惯六,滥服止痛药有研究表明,长期服用混合性的止痛药,人体的血流速度会被迫降低,因此将严重影响肾脏的功能。 此外,值得注意的是,止痛药引起的肾衰竭患者也比较容易发生膨胱癌,不管服用哪种止痛药,都只适合偶尔服用,绝对不能长期服用。 如果长期需要依赖止痛药,就必须就一做彻底检查,一般来说,我们如何判断自己身体不足呢? 一,尿量变化正常人,液尿很少,如果发现,夜里掉起来好几回,而睡前喝的水并不多,更要警惕肾脏病变。 二,尿性状改变健康的尿,透明的浅黄色,喝水多或星辰第一次排尿颜色烧身,如果尿色发红,或者尿中泡沫多,要注意。 一,三,水肿肾脏是人体带泻水的器官,肾不好,水就会蓄积,早上起来发现眼皮肤肿,刷脚,刷腿肥肿,要考虑肾脏的问题。 四,恶心,呕吐肾脏病会影响胃肠道功能,导致恶心,呕吐,食欲不振等症状。 五,皮肤臭痒有问题,体内的尿素不能经尿液排出,会通过皮肤排泄刺激皮肤,身体内积累的毒素会导致周围神经病变,也会引起皮肤臭痒。 日常养肾需要做到以下几点,一,用蒲公英龙吸茶泡水喝,排肾毒,防肾炎用玉米吸1克,蒲公英0.4克,玉竹0.3克,玫瑰花0.3克制成蒲公英龙吸茶每日饮用,突出了钥匙两用的优势,对预防肾病,肾炎,排肾毒有很好的帮助。 不仅中医认为蒲公英护肝骨肾,轻热解毒,是促进肝肾活动的一味良药,西医也认为,蒲公英含有维生素费,维生素B和蒲公英素等,能促进肝和肾的活动,既可以改善肾脏引起的水肿,又能促进有害物质经肾脏排出体外,对肾炎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。 玉米吸入肝,肾,糖光晶,药理研究证明,具有利尿,降压,利感,降糖等作用,可辅助治疗肾炎水肿,利尿系感染,高血压,麻腺散囊炎,糖尿病等病,其中,用于麻腺肾炎的功效,主要表现在利尿,改善肾功能,减轻或消退腹肿,减低或消除尿蛋白等方面,玉竹是一味养因生心的良药,大名本草里面记载,玉竹除反门,止消渴,润心肺,补,五劳细伤, 肾炎虚损,腰脚疼痛,二,饮食,调养肾脏饮食调养肾炎养防寒非常重要,冬天,以显食羊肉等温肾壮阳,产热量高的食物,对需寒者尤其有益,可进食具有补肾益肾功能的食品,如核桃,赛粒,桂圆等,飞色食品如黑米,飞豆,飞芝麻,飞木崴等能入肾强肾,若将上述食品放入周中主食,既可趋寒,又可补养,由于美人的体质不同,年龄有别,在食补中, 也有益有计,腰能果掌握,如肾羊窥虚者,在饮食中以温补肾羊为宜,可选食羊肉,鱼肉等具有温补肾羊作用的食物,对于肾脂阴金剑刷的中老年人,冬天可配食枸杞,山药,木崴等护阴食品,冬天饮食不可过弦,阴咸味入肾,会致肾水更寒,柔绕心羊,另些寄含粮食品,以免雪上加霜,伤阳剂 三,经常按摩腰眼骨方中医认为,用长粗腰眼,不仅可疏通代脉和强壮腰脊,而且还能起到聪耳明目,固健益肾和颜绵易受的作用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,按摩腰部即可使脊部皮肤里丰富的毛细血管网扩张,促进血液循环,加速代谢产物的排除,又可刺激神经末梢,对神经系统的威和刺激,有利于病损组织的修复,提高腰肌的耐力 四,保持心情愉快现在人们的生活,工作压力过大,经常听到人说真烦,很烦等不开心的副眼 其实,这些不良的情绪反应都会损伤肾脏,中医认为,人会有烦躁的情绪是因为体内的火气太大所致,长时间火气大,最终就会伤其肾脏 因此,我们要保持乐观的情绪,放松姿态,才可以起到养肾的效果 五,按个穴位,每天按一按,强壮圣脏皇帝内经中说,肾出于永泉,位于足性的永泉学是圣经的起始学 按摩永泉学具有易经补肾,滋养五脏六腑的作用 永泉学位于足前部凹陷处第二,三指缝处,可在每日睡前先用温水泡脚 双手互相搓热后,用左手心按摩右脚永泉学,右手心按摩左脚永泉学,把双脚搓热 太西学是圣经的圆学,被古人称为复养酒学之一 太西学位于足内科,内怀后方与脚跟骨筋腱之间的凹陷处,经常按揉太西学有很好的补肾作用 六,两个小动作,不慎又排独一手背靠腰 躺睡前将两手背紧靠腰部,仰卧于床上 五到十分钟后,其热感会逐渐传遍全身 睡前将人的双手按摇肛紧贴二肾后 双脚的热量直接温蓄了二肾,将肾内虚寒之气逼出 通过运行,变成汗水排出体外 开始时,双脚被腰压住会出现麻胀现象 三到五天后即可适应消除,双腿会感到轻松灵活 二脚趾回勾肾气充足后,咱们就要开始打通膀胱筋了 体内无毒则无百病,双腿伸直并在一起 脚尖回勾,双手抓着脚趾,身体慢慢向下压 这是一个帮助膀胱筋排毒的办法 至少要做15到30分钟,越是够不到 又说明你的毒素堆积多 只要大腿后侧的大筋有拉伸的感觉就可以了 图片来源网络,如有心全麻烦联系删除 谢谢